音樂 各位夥伴大家好 今天吉米來跟大家分享開酒神器 這繼上一次這個氮氣機之後呢 很厲害的一個產品 那它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很多人喝這個紅酒 或者說是尤其是一些老酒 它的這個軟木塞呢 時間久的時候會脆掉 或者說是一些奇怪怪的一些狀況 我們常常用一些轉的 或者是讓那些開瓶的方式 抽出來的時候 它會讓很多這些軟木塞給睡在裡面 那這一個呢 它就是利用這個氮氣瓶的一個方式 把氣打蠟灌住裡面去之後 用空氣的壓力把這個軟木塞給頂出來 所以說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使用上面其實很簡單 第一件事情呢 當然就是用這個開瓶刀子把它轉一圈 有沒有 就轉下來了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冷木塞 接著下來呢 很簡單打開這個開瓶神器的這個後蓋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樣子 就跟我們氮氣機的概念一樣的 然後放到我們這個裡面去 然後我們對準它 對準它之後呢 我們就用力把這個轉進去 OK 轉好之後呢 我們記得下面還有一個針 這個針很重要 我們要把它拿出來 好 這是保護的這個針頭的一個部分 保護蓋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針插到這個氣瓶 這個紅酒裡面去之後呢 插到底然後按下去這個按鈕 然後它就會急發把氣灌進去 轉木塞就出來了 來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呢 我們就對準它這樣插進去 好插到底對不對 然後呢 按下去 就出來了 這個轉木塞接著下來怎麼拿出來呢 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轉開open 然後這個往下拉 就出來了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酒給倒出來喝了 好 當然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最好呢 再去把它倒到我們的這個 氮氣機裡面 讓它醒一下 好 就會更棒了 所以說呢 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開瓶神器 那它有這種 我們這種鋼彈瓶的 還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氣瓶的一種方式呢 來去做一個 開罐的一個動作 所以說這是 吉敏的這個版本呢 是鋼瓶 大家有看到 小鋼瓶這個部分 推薦給大家 很讚超方便的 開瓶神器喔 好 我們不要喝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散回去 我們塞在看啊 有沒有塞在看啊 欸有了 先偷喝一口一下 那為什麼不能 其實順便把氮氣 擠到裡面去 因為不一樣啊 因為氮氣機有沒有 它的特色是 我們那個專利的那個 它會衝下去之後去旋轉 因為它這下去只是漆進去而已 漆進去就是 沒有什麼效果 來 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插到底 然後呢 按鈕按下去 就出來了 這麼簡單 很簡單齁 所以說你不要喝 要喝的話是再打 因為它其實打的是氮氣 所以說大家不用擔心 它的風味會改變 因為就是氮氣 這樣出來 就可以準備打下一支了 很方便齁 好 謝謝大家啦 嗯 來喝酒了 再拿 插下去 好 插下去 插到底有沒有 然後再按鈕按下去 出來 是因為 怎麼會那麼快 蛤 因為它把氮氣打進去 把它點出來 然後把氮氣打進去 然後把它點出來 那一支的那個可以用嗎 不知道 它應該也蠻少的 反正應該就可以 它打出來的氣蠻少的 對啊 因為它其實只是一個氣 對啊 它只是一個氣把它推出來而已 對啊 那因為有一些放了比較 老酒這些都爛掉了 有沒有 對啊 如果你要一般轉轉轉 螺紋下去 再抽出來 可能就脆掉了 對啊 對啊 然後撈那些碎渣 好 那這就不用擔心 它會把它撲出來就好了 所以它是因為打 打到一定的量 它就會把那個衝出來 對啊 對啊 因為外面有賣一些是 插針進去之後 然後一直像打氣筒一樣 那種打打打打 然後把它氣打進去再出來 那太累了 像打氣筒打氣機一樣 腳踏車打氣機一樣 腳踏車打氣機一樣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 我們有鋼瓶嘛 我們代氣機的鋼瓶嘛 我們裝上來 然後按一下 它就砰就出來 對啊 然後那個 那個就要一直在裡面 就要一直在裡面 對啊 那它會不會自己就 很久沒用 還氣就不見了 不會啊 因為它是鎖著的 那裡面可以放金的 金的也可以 但是那就是二氧化碳 打氮氣會比較好 對啊 對啊 老闆要不要來喝一杯 好喝嗎 我們剛開而已 我們可能要倒到這個 蛋劑機裡面去洗洗一下 欸 之前有 用很久的打蛋來洗一下 有啊有啊有啊 這樣就可以再夾一段了 怎樣 對呀 對呀 這個節目是吉米丘率領團隊拍攝的全新系列影片 我們將在每一集的節目中 跟大家分享一輛汽車 也許是剛發表的新車 也許是閃的發亮的主動車 最重要的 還會有一位吉米熟識的業界精英 藉由他們精彩的故事分享 一起讓您了解每部車的魅力所在 所以 就讓我們開始這一段全新的旅程吧 好 好